我可以吃两碗 知道 今天礼拜一送我们这儿的大吉了 早上过个走开这点豆角特别新鲜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假肠菜 土豆烧豆角 豆角其实这么长的块 再切个芽芋 土豆其实手指粗细的条 切好以后放在楼水盘里面 把表面的变法烤起一下 再切点葱蒜小米辣 一勺二吃的话 就可以不用放小米辣 再调个料汁 一勺盐 一勺鸡鸡 姜油 一滴老抽 蚝油 一勺白糖 再来点淀粉 加好清水 搅起来 现在所有的菜类都已经准备好了 点火开做 锅里面多倒点油 油烧到筷子弄冒泡的时候 下豆角 豆角砸个两火钟左右 炸到出了火腿捞出来 然后再砸土豆 把羊油炸到肉 有点焦化的时候就正好 锅里面留油 下水和蒜末小米辣 炒出小碗以后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它熬到浓稠 然后把羊油和豆角放进来 要时间来点花椒面 然后再两下出锅 今天的土豆炒豆角就做好了 这个方法可能不是最正组的 但是味道真的超级好吃 你们一定要试试 土豆炒豆角 土豆炒豆角 茶茶 该好吃吧 好吃吧 好吃 红衣服这种菜下饭 我能吃两碗 这个 大大大带带着小米辣的小味儿 其实我不喜欢吃豆角 但是你这么做出来就太明亮了 你不是不喜欢吃茄子吗 豆角也不喜欢 我给你说我为什么不喜欢茄子和豆角 小丝儿只有吃够了 因为那丝儿自己煮给菜园不上 嗯 茄子和豆角都属于材料够的 然后咱们比如弟弟煮的玉米啊 玉米里也可以掏出豆角 哎呀 我们四伙儿就拿着大的包 一些包包的 这些都是豆角 完全那么好 这小丝儿还有人吃不啥饭的了 哎呀 还是不吃饭 小丝儿 嗯 你挑这个菠菜啊 这个特意去吃 我记得你还多过说过 我挑两个菜可就这个了 菠菜 两半菠菜 两半黄瓜都是菠 你所有挑的粮菜 这种都在 好尝啊 咱们昨天那块地 煮的全粥玉米 因为在托粥上是豆角 我保住你吃都吃 我不要 你是继母用的 你猪还有多少 哎呀 少煮点点 煮那么多豆角 嗯 多煮了咱下天可以拿什么麦 煮麦了呀 好 我们这块吃不去的就是豆角 咱咱和我豆角吃 把这个打出去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关注点赞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醋肉把这拌起来 吃什么一口超级满足 今天赖俩不在家 我一个人似乎想起来一个小吃 特别好吃 狼牙土豆 今天就把做法分下给你们 要用到这个工具啊 先汽车片 然后速度汽车就有挑 放在冷水泡里面 倒下点冰醋 这样的话扎出来就会更脆一点 让它泡散出来 放好以后捞出来 多冲洗上几遍 把表面的淀粉洗干净 最后放在冲洗干净 最后放在散散里面 让它空水着 现在再调一个 狼牙土豆最重要的量质 排挤一个小弄个蒜末 再切点小米辣 汽车圈 来勺辣子面 改吃辣的多放一点 芝麻 剥烧热油 放点小醋 酥醋 盐 鸡精 杯汤 孜然粉和花椒粉 再次把它焦起来 锅里面倒油还是炸土豆 油五成热就开始炸 下进来以后就开大火 再炸好两个钟左右 这样的话炸出来就是脆的 喜欢吃面的话 你们可以多炸一会 炸好了就赶紧捞出来 强烈建议你们放在煮菜 特别吃味 放在油就捞出来 把葡萄调好的酱汁倒上 再来点厨房和小菜 突然一会儿 做热把这儿拌起来 拌起来 拌好了就能吃来 先尝一个 脆脆的正好 今天做的稍微有点多了 先让我来烧一碗 吃这么一口超级满足 烧一个女娃娃的话 吃这么一小碗也感觉够了 但是我得聊了 你们说这个为什么 麻烦都叫狼牙土豆了 评录曲里面告诉我 这些吃饭原来这么自由自在 如果你们没有我这种刀子 去不吃这种薄拉鞋的话 你们可以买起吃个片的 然后只要再俩拜的好吃的话 也很美的 再咬啥一碗 你手吃点给我留一点 我再吃一碗不吃了 吃啥却不毒死你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关注点赞 喜欢我的关注点赞 明天见拜拜 拜拜